哈喽大家好我是庄野 欢迎您继续观看庄野杂谈加拿大系列节目 今天我们继续讲纽芬兰岛上的十大景点 前两大景点不知道您还记得吗 第一名就是圣约翰斯 第二名是格罗默恩国家公园 今天我们继续往下讲 但是从生态保护力度和旅游观赏角度来看 加拿大的纽芬兰是观赏大西洋海鹰的最佳圣地 这时候的海鹰 预期说是一只鸟 还不如说它是一条鱼更贴切 而且是一只可以在水里飞翔的鱼 在春季和夏季 都有一定程度的灯火管制 街上的路灯能不点就不点 屋内的居民也都把窗帘关上 尽量减少灯光外泄 你比如说那个远近知名的加拿大鹅 Canada Goose 那长期以来呀 这个用加拿大名字过名的鹅呀 是一直霸占着夏天的加拿大各大公园的草地呀 这还有灯塔 有TRAIL 还好停车 能观赏的鸟儿种了也多 因此说呀 这个圣玛丽鸟岛呢 基本上就是所有来纽芬兰旅游的旅游团的一个标配景点 万一一阵海风猛的吹过来 你脚一滑 压肌 虽然呢 不至于摔死了 但是摔的姿势肯定不会太好看 到时候是你看鸟还是鸟看你 就不好说了是吧 这个被砍的查理仪式呢 可是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他亲孤悔呀 于是法国呢 立刻跟英吉利共和国翻脸成仇 现在呢 这个Presenta在纽芬兰与拉布拉多省全省的地位是什么样的呢 按人口排名啊 你看这个图 他排第23 但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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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镇的人口是1619人 人口比2011年增长了38.7% 也是全省发展最快的城镇 那有人好奇了 在纽芬兰人口下降这么严重的岛上 这个小镇凭什么可以逆势上扬呢 领跑人口增速第一 难道就是靠渔业吗 当然不是了 光平渔业的话 那肯定撑不起来这么大的人口数量 秘密就在于它的旅游观光业 说到这儿肯定很多人更加困惑了 那从网上的照片来看呢 这个小镇我也看不出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的确 如果您要是有机会呢 开车来到这个小镇 您会发现呢 虽然这个小镇呢 的确也算是风光比较秀丽了 但也绝对称不上是出类拔萃 让人倒吸一口凉气的那种惊艳的感觉 好吧 那既然大家一直觉得这个地方不值得讲呢 那么我们就把它从这个十大景点中跑出去 OK 接下来呢 我们讲这个十大景点的第四名了啊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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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闹了 我能把它排的第三一定是有特殊原因的 你说什么特殊原因呢 这主要是因为啊 这个小镇的旅游观光业跟其他地方不一样 非常独特 这个小镇呢 它是威特莱斯湾生态保护区的所在地 同时呢 也是纽芬兰看海鹰的最佳地点 这个海鹰的鹰是鹦鹉的鹰 它的英文名字叫Puffin 但是在纽芬兰呢 我们说的这个海鹰呢 主要是大西洋海鹰 英文是Atlantic Puffin 这个威特莱斯湾呢 这儿呢 有北美最大的大西洋海鹰群落 和世界第二大的力气风暴海燕群 有人说 哎 这两种鸟挤在一起啊 哎 对 这是因为这个力气风暴海燕呢 它的生活习性啊 跟这个海鹰有一定的相似性 所以呢 这两种鸟可以和平共处 今天呢 我就不详细说这个力气风暴海燕了 今天咱们主要讲解这个海鹰 威特莱斯湾生态保护区呢 有四个岛屿组成 名字分别是海鸥岛 高岸岛 绿岛 Green岛 大岛 叫Great Island 和皮皮岛 皮皮岛 皮皮岛 这名字好萌啊 他们在地图上的位置在这儿 其实呢 这个大西洋海鹰啊 在北半球的大西洋沿岸国家的岛屿上都能看到 您比如说在纽芬兰 格林兰岛 还有这个俄罗斯 还有美国的缅因州 还有什么法罗群岛 还有西欧的沿岸 但是从生态保护力度和旅游观赏角度来看呢 加拿大的纽芬兰是观赏大西洋海鹰的最佳圣地 不过您可别冬天来啊 冬天来你啥也看不到 只有在春夏凉季 大约是从4月1日开始到9月1日 这是海鹰的繁殖季节 您才能看到壮观的海鹰群 刚才咱们说的那四个岛啊 那上面有超过62万对鸟类在这些岛屿上驻巢 据估计啊 仅仅大西洋海鹰的数量就有30万对 海鹰的数量呢也差不多是这个量级了 除了海鹰和海鹰之外呢 还有成千上万的三纸欧和亚海鸭 也会在驻巢季节来到这里 因此说呀 这四个岛简直就是一个鸟类的乐园 每年是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大量游客前来参观 小镇上的人们呢也是靠着鸟类的观光带来的这个旅游人潮 成功的实现了经济脱贫 这旅游业催生的住宿啊 餐饮啊 手工艺作坊啊 什么纪念品商店呢也在岛上是遍地开花呀 这哪是普通的鸟啊 这明明是个漫天飞舞的大宝贝疙瘩呀 可得保护好了 为了保护这些金贵的鸟们呢 这个小镇上呢成立了海鹰和海燕巡逻队 这是一个志愿者组织 居民们呢定期在这个社区内巡逻 看见是否有误闯到小镇上的雏鸟 这个巡逻队呢就负责把这个小鸟呢抓住 关到笼子里面 第二天呢趁着天亮放回海洋 说到这儿可能会有人好奇啊 庄爷你说话怎么不靠谱呢 把小鸟放归大海 你说的是鱼吧 那一般来说鸟不是应该在陆地上吗 你说这些巡逻队员把小鸟放回大海 这鸟不得淹死了吗 说明一下我可没说错啊 那是因为你们不太了解海鹰这个动物的生活习性 接下来呢我就说说这个海鹰这个动物是怎么回事 特别有意思 这个海鹰啊是纽芬兰的神鸟 它也是一种迁徙性的海鸟 那生命期可以达到26年 在鸟类世界中呢可以说是相当长寿了 体型健壮短翅短尾 橘红色的脚后背呢是黑色正面的是白色 长得是又美丽又滑稽 这脸部呢看上去胖嘟嘟的 白色的脸蛋子 从脑袋到慧有一条黑线 好像戴了一顶帽子似的 你看他的慧啊 说慧怕你们不懂了 咱们就说嘴啊 这个大嘴是又高又扁 还点缀着红色的或者橘色的鲜艳彩条 这嘴角呢还长着一孤独橘黄色的小肉 非常可爱啊 不过他这个大嘴呢 说的有点别扭啊 要不咱们还是说回慧吧 用慧比较科学一些 不过他这个慧呢 并非总是这么漂亮 等到这个繁殖季节过后呢 也就是北方的秋冬季节 这个海鹰呢就会离开产卵地 去海上流浪的时候呢 他这个慧的彩色外侧部分就会脱落 露出下面比较小而且颜色比较黯淡的真灰 有人说咦 有点意思啊 这鸟咋还有个冬季流浪的传统呢 哎 没错 所以说呀 海鹰这种鸟呢 是一个两面派 只有在这个春秋繁殖季节 他才会登陆海岸进行繁衍生息 那妥妥的是一个美丽大鹦鹉加上社交明星啊 给咱们纽芬兰 还有美国的缅银州 还有欧洲海岸 带来无数的游人呢 可是到了秋冬季节 岸上的海鹰的巢穴呢 就都空了 海鹰们是纷纷离家出走 独自走向远方啊 有人问他们去哪了 是不是跟加拿大鹅一样去南方了 不是 他跟加拿大鹅那种陆地候鸟呢 还不一样 他出走啊 不是因为怕冷 而是因为食物 他需要跟着渔群和海水的洋流迁徙 所以说每年去哪呢 都不一定 反正就是北大西洋这个范围内是满世界溜的 这个冬季流浪的海鹰呢 气质完全就变了 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海上度过的 这时候的海鹰呢 预期说是一只鸟 还不如说它是一条鱼更贴切 而且是一只可以在水里飞翔的鱼 你看那两小翅膀 就变成推进器啊 在水里是高速穿插呀 那海鹰可以潜水的距离高达70米啊 那捕鱼效率是非常高 所以你看海鹰在水里的游泳捕鱼的这个姿势啊 那感觉就是好像在水中飞翔一样 这比起他们在陆地上的表现那是强的太多了 其实你看这个家伙那对短小的翅膀就能猜到了 这个大西洋海鹰啊 它并不太擅长飞翔 而且呢 它也不会滑翔技巧 就靠那使劲铺铺翅才能飞起来 所以呢 飞的时候是非常费体力 可是在海中它就舒服了 不用飞 只靠游 那生活就过得有滋有味的 虽然呢 偶尔也飞那么几下了 但是飞翔的时间远不如游泳的时间长 但是比较有意思的是啊 甭管他们流浪到多远的地方 到了春天呢 他们又纷纷回到了自己那久违的小窝 和分离了半年的知心伴侣见面 这时候的海鹰呢 就把自己那个大大的铲子嘴啊 换上了花里胡哨的装饰 那目的就是为了取悦自己的伴侣 还有人问了 你看在动物界里面 经常是雄性动物 把自己打发的花里胡哨的 来取悦这个雌性动物 你比如说那孔雀 那海鹰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呢 不是 海鹰这个动物呢 比较奇怪 他的雄性和雌性啊 都是花里胡哨的 互相取悦 雄性雌性呢 你从外面上是区分不出来的 也就是这个雄性呢 比雌性个头大一点 而且呢他们是一夫一妻制 您别看待秋冬流浪的季节呢 这两位是各自单飞 可是到了来年春天呢 双方在岛上重聚 还做夫妻 俗话说呢 小别盛新婚了 这夫妻二人呢 用大铲子嘴 乒乒乓乓的问候一下 速说一下离别之苦 就欢欢喜喜的进洞房生蛋去了 他们这个 不是洞房了 这个窝啊 他们这个窝呢 也很有特色了 一般的鸟类呢 都是在岩石上 树叉顶上 用这个树枝 哪一个窝 上面续一点羽毛 而这个海鹰呢 他不一样 他呢 则是用自己那个大铲子嘴啊 挖出一个坑道出来 这个深度呢 可以达到一到两米 而在斜坡上呢 就横着吧 要是在平地上呢 就竖着吧 还真有点咱们这个 陕北窑洞的感觉 一对夫妻呢 一年只生一个蛋 非常金贵啊 复蛋的时候呢 也是轮流复蛋 孵化时间约为六周左右 等这个小宝宝出城之后呢 夫妻俩也是轮流捕鱼 喂养孩子 您看 海鹰这两口呢 是夫妻平等的 为了防止这个海鸥呢 伤害小宝宝 海鹰的宝宝 在没有羽化之前 基本上都是藏在洞里 哪也不去 说到这儿有人好奇了 咋看着这个人畜无害的海鸥 难道是食肉动物呀 它怎么吃小海鹰吗 没错 有吃肉的海鸥 海鹰最大的天敌呢 是大黑贝鸥 这种海鸥呢 可以在半空中捕捉成年海鹰 就这么厉害 一般来说呢 这个大黑贝鸥呢 会在海鹰群的上方高空盘旋 挑选出一只孤零零的海鹰 然后从后面用俯冲轰炸的方式 抓住这个倒霉蛋 另外还有一个叫银鸥的这么一个玩意儿 最不要脸的就是这个银鸥 可以说呀 它在海鹰的世界里面 它就是个节道的 这个银鸥呢 经常等在海鹰潮水的外面 等海鹰辛辛苦苦的带着一嘴鱼回来 它们就突然发动袭击 从海鹰的嘴里把鱼给抢走 更过分的是呢 它们会用长长的嘴呀 把这个会 把海鹰蛋或者雏鸟 从这个比较浅的巢穴中拉出来 然后吃掉 你说坏不坏 于是呢 为了躲避这帮家伙呀 海鹰呢 经常在洞口绕行十几圈 甚至更多圈 等待有了安全机会 才能把一嘴鱼是平安送进窝里 给小宝宝吃到嘴 所以说非常不容易 可你别看这个爸爸妈妈这么辛苦 可洞里这个小宝宝呢 却一点也不知道 那天天就是吃了睡睡了吃啊 那小日子过得滋忍无比啊 在父母的身边呢 无忧无虑的过了六周左右 那是羽翼见风 突然有一天呢 残酷的现实来了 父母啊 突然就不再喂他鱼了 甭管这小宝宝如何饿得嘶巴乱叫 这狠心的父母呢 却就跟没看见一样 看到这一幕呢 咱们人类的父母肯定没法理解了 咱们人类 你也知道了 人类的父母呢 灌孩子在地球上是有名的 有的孩子啃老啊 一直啃到父母去世 可是动物界则完全不一样 你说动物怎么那么心狠呢 其实不能这么说了啊 也许只是他们的本能吧 总而言之呢 六周之后 这个海鹰的父母呢 对雏鸟突然就恩断一绝了 虽说呀 没有把这小宝宝赶出窝去 但是呢 就是不理不睬 来个冷暴力 不过呢 嗯 话又说回来了 这毕竟啊 这个父母呢 已经被小宝宝进了六周的抚养义务了 也够意思了 之后呢 小宝宝的生死呢 就跟他俩一点关系没有了 有的父母呢 干脆 直接就开始自己的秋冬流浪之旅去了 抛下小宝宝自己在窝里饿着肚子 哎 可怜的小孩怎么办呢 在鸡个的驱使下 这个海鹰小宝宝趁着夜色的掩护 是一摇一摆的第一次走出了洞穴 这求生的本能啊 让他们往大海奔去 可是黑夜之中呢 他们就只能靠着星光的指引 你看有星星的地方就有大海呀 于是奔着星星就去了 哎 有人注意到了啊 这小海鹰聪明啊 只是在夜里出去 那不就能避开海屋的袭击了吗 哎 是谁叫他的呀 其实啊 没人叫他 这就是储存在他基因中的本能驱使 哎 这也肯定是长期的进化造成的选择结果了 因为白天非常危险嘛 天上地上到时候都是海鸥 被他们盯上去死定了 所以只能夜间行动 有人说了 你也不是海鹰 哎 你咋知道他爸妈没有告诉他呢 哎 您这话说的有一定道理了 因为根据科学家的观察呀 海鹰只有在繁殖期的时候 在洞里喂宝宝吃饭的时候呢 才会发出像电锯一样的声音 其余的时候呢 哎 这个海鹰都是一声不响的 估计啊 那像电锯一样的叫声呢 可能就是在教育小海鹰 一些长大以后的这个必要的安全守则 是吧 也有可能啊 不过呢 即便是千小心万小心 夜间行动 每年呢 还是有大约有四分之一的小海鹰 没有活了成年 就因为各种原因夭折了 前面我提到啊 这个小海鹰呢 需要靠着星光的指引 才能辨别大海的方向 哎 但是呢也有不少小海鹰呢 被人类社区的灯光所迷惑 误以为是星星 于是呢 就走进了人类社区 并且迷失了方向 你想因为无法吃到鱼嘛 那么迎接这些迷路的小海鹰的最后结局 就只能是死亡 因此啊 这个威特莱斯湾的这个小镇呢 有一个奇怪的规定 在春季和夏季呢 那都有一定程度的灯火管制 那街上的路灯呢 能不点就不点 屋内的居民呢 也都把窗帘关上 尽量减少灯光外泄 这目的呢 就是为了防止小海鹰们呢 被这些灯光所迷惑 闯入到人类社会中来 但是人们也不能不用电呢 是吧 无论怎么努力 那还是会有小海鹰迷路 闯到人类居住的小镇上来 因此呢 这个威特莱斯湾小镇呢 有一支志愿者组成的 海鹰和海燕的巡逻队 巡逻队员们呢 都是镇上的爱鸟群众 在他们在春天和夏天的晚上 都会自发的组织社区人员 在街上巡逻 一旦看到迷路的小海鹰或者小海燕 就把他们用网兜捉住 然后呢 装进小笼子里面 第二天的白天放归大海 小海鹰们呢 在进入大海之后 大概需要三到四年的时间的风吹雨打 才能够成为一个跟爸爸妈妈一样美丽的成年海鹰 然后呢 在接下来的春夏季节再次到来的时候 在附近的海岸呢 找一个终身伴侣 共同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园 所以说呀 到了夏季的末尾 随着海鹰夫妻和小宝宝的相继离开 岛上的海鹰挖的洞穴呢 基本上就是空巢 游客呢 您要是想去看海鹰 一定要在春夏季节是越早越好 关于海鹰呢 还有很多好玩的事儿 但是呢 它毕竟只是咱们节目今天的客串嘉宾 咱们就先说这么多 那有人问了 如果我要去维特莱斯湾看海鹰 我应该怎么看呢 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 您呢只能乘船前往 因为这些海鹰的聚集地呢 是近岸的海岛 看海鹰呢 只能在水面上做船观赏 不允许登陆啊 我查了一下啊 维特莱斯湾附近有四家游船公司 经营这个服务 当然了 你要是能找到更多其他的服务呢 那就更好了 有人问 那我如果乘坐私人船只 或者划皮划挺 那行不行呢 应该是可以的 可是呢 你要查一下这方面的限制和规定 一般来说呢 应该是有时间限制 而且是不允许你私自登岛的 有人说了 我就一普通游客 我就不想皮划挺的事了 您刚才说 不是有四家旅游公司经营这个生意吗 都哪四家呀 在什么地儿啊 哎 对 是四家 有一家呢 就在这个维特莱斯湾 另外还有两家呢 在这个维特莱斯湾北边的这个公牛湾镇 还有一家呢 在维特莱斯湾的南边的摩比尔小村 反正啊 这几家是价格有的贵有的便宜 哎 不过谁也没有给我广告费了 我也就不费心巴力的推荐谁了 我就把这四家列在这儿啊 应该都不错了 比如说您去玩的时候呢 自己着情选择 刚才有人耳朵尖呢 听到我说海鹰是纽芬兰省的省鸟 哎 那么加拿大的国鸟是哪个呢 你比如说这个美国的国鸟 不就是那个白头海雕吗 印度的国鸟不就是这个雄性的蓝孔雀吗 那加拿大的国鸟是哪个呢 很遗憾了 加拿大呢 并没有指定官方的国鸟 其实不止加拿大 还有很多国家了 也没有指定官方的国鸟 你比如说中国 中国就没有官方的国鸟 你们问问为啥呀 难道是这些国家没有鸟吗 当然不是吧 这些国家呢 没有指定国鸟的原因 就是因为国土面积太大 有太多的具有这个美好象征意义的候选鸟类 大家实在是打不定主意选谁 你比如说中国 一直就在这个丹顶鹤和喜鹊之间纠结呀 对了 还有选凤凰的 对了 还有不少屌丝群众选麻雀的啊 加拿大其实也是这个情况了 它国土范围内有太多可以用来象征加拿大的鸟 你比如说那个远近知名的加拿大鹅 Canada goose 那长期以来呀 这个用加拿大名字过名的鹅呀 是一直霸占着夏天的加拿大各大公园的草地呀 到了冬天 这鹅们呢 虽然飞去了南方 但是以它的名字命名的羽绒服 号称是羽绒服中的战斗机呀 出现在加拿大各大城市的大街小巷 Canada goose 这羽绒服多出名啊 所以说呀 为啥不选Canada goose当这个加拿大国鸟呢 实在是难以取舍 你要是选它呀 别的鸟不干了 因为除了加拿大鹅呢 还有不少知名的鸟了 你比如说这个common loon 这个鸟中文翻译叫做普通浅鸟 它一直是加拿大一元硬币背面的主角啊 加拿大元一元硬币绰号不就是叫looney吗 为啥叫这个名字呢 就是因为这个鸟common loon 那咱们就选这个common loon 为国鸟难道不行吗 也不行 要知道啊 在加拿大大概有450多种不同的鸟类呀 选谁不选谁的呢 干脆咱们投票吧 于是在这个2016年的9月 那个负责出版加拿大地理杂志的那个 加拿大皇家地理协会 The Royal Canadian Geographic Society 组织进行的一次国鸟票选中 哎 说大家你先选啊 选好了呢 我给政府报上去 让政府审批 哎 结果呢 是大跌眼镜啊 总共收到了大约5万多张选票吧 排名第一的就是这个普通浅鸟 common loon 他得到了13995张选票 排名第二的是雪肖 就是那个银色的猫头鹰了 Snowing Owl 他得到了8948张选票 而第三名呢 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灰灶鸭 Grey J 这个灰灶鸭得票是7918 排名第三 那个大名鼎鼎的加拿大鹅呀 仅排名第四 才获得了3616票 那OK了 那就把这个排名第一的这个common loon 送上去审批不就行了吗 哎不行 因为这个排名第一的这个common loon 和排名第二的雪肖呢 它已经是安省和魁省的省鸟了 于是乎呢 这个排名第三的灰灶鸭Grey J 就被送上去审批了 这个无数加拿大群众 总是不理解呀 不接受啊 其实也没啥不好接受的 因为这个灰灶鸭Grey J呢 它还有一个别名叫做Canada J 所以呢 这个鸟能成为加拿大国鸟呢 其实也不是不可接受的了 只不过这个鸟的知名度太低了 好多加拿大的人都不知道有这么一个鸟 所以说比较扎心了 当然了 直到现在呢 加拿大政府都没有正式承认了 所以说呀 这个加拿大的国鸟呢 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呢 它仍然将会是空缺状态 不过呢 大家也不用遗憾了 虽然加拿大的国鸟至今没有确定 可是加拿大的十省和三区 却都有着自己的各自的省鸟或者驱鸟 今天呢 您来着了 庄严呢 给您总结一下 不过我就不加说明了啊 反正我也不是鸟类专家 但是这些美丽的鸟的照片呢 我还是可以找到的 接下来呢 我给大家看一看这些鸟的照片 用幻灯的形式给大家放一遍 看看哪些幸运美丽的鸟儿得获殊荣 有幸成为加拿大的十省三区的象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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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d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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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美丽的省鸟们呢 接下来就引出纽芬兰十大景点的第四名 那就是圣玛丽鸟岛 咱们中文媒体呢 也有叫它圣玛丽脚万鸟崖的 英文叫做 Cape St Mary's Park Reserve 这也是一个鸟类保护区 有人说 诶 怎么又出了一个鸟类保护区呢 那这跟咱们前面讲的那个维特莱斯湾的保护区有什么区别吗 咱们前面讲的那个海鹰和力气风暴海燕的保护地维特莱斯湾呢 虽然鸟儿很珍贵很漂亮 可是鸟儿的种类呢 则比较少 就是海鹰和海燕 还有少量的一些其他的海鸥 而且呢 出海观赏的成本也太高了 必须得坐船去 因此呢 一般的旅游团都不去哪儿 比起维特莱斯湾来说呢 这个圣玛丽鸟岛呢 就比较受旅游团的青睐了 为啥呢 因为这儿的景色比较全呢 看鸟儿呢 也不需要坐船 在陆地上就看了 而且啊 这还有灯塔 有trail 还好停车 能观赏的鸟儿种类也多 因此说呀 这个圣玛丽鸟岛呢 基本上就是所有来纽芬兰旅游的旅游团的一个标配景点 那说到这儿 有人注意到重点了啊 在这儿看鸟儿不需要坐船呢 嘿 你刚才说在维特莱斯湾看海鹰一定是需要坐船的 那我们看海鹰 有没有像圣玛丽鸟岛这么方便 不需要坐船的方式呢 其实是有的 那是在伯纳维斯塔小镇内的一个 埃利斯顿海鹰观赏地 英文名叫埃利斯顿海鹰观赏地 但是呢 那里的海鹰的数量呢 远不如维特莱斯湾的海鹰数量那么多 差两个数量级呢 维特莱斯湾的海鹰大概有30万对 而这个埃利斯顿海鹰观赏地那儿呢 也就几千对吧 具体多少呢不知道 官网上这么说 1987年是2500对 现在呢 比那个时候多了很多了 但具体多少呢 交给您自己去观察 所以呢 对于那些因为各种原因呢 没有在维特莱斯湾看上海鹰的游客们 您可以在埃利斯顿海鹰观赏地 补偿一下失落的心情 但是呢 您要想看真正铺天盖地的海鹰群 还是尽量去维特莱斯湾坐船看更爽一些啊 回来跑题啊 咱把话题拉回到这个圣玛丽鸟岛上 它在地图上的位置在这儿 它位于纽芬兰岛阿瓦隆半岛的西南部的圣玛丽角 距离圣约翰斯200公里左右 它也是纽芬兰省最大的海鸟群落之一的所在地 就是北美海鸟之都的美城 纽芬兰政府呢 在1983年 在这个地方设置了省级生态保护区 现在呢 它也是国际上著名的鸟类保护区之一了 您要是第一次来到这里呢 肯定会被这成千上万的海鸟给惊倒 那海外仙山万鸟齐飞的风景一定会让您终身难忘 当然了 有这个密集恐惧症的患者您 慎弱啊 据纽芬兰省政府的估计啊 每年的4月到8月 来到这个保护区驻巢繁育后代的海鸟 可以说是成千上万 乌羊乌羊的 有人说你别总乌羊乌羊了 行不行 到底是多少 有没有个数啊 好吧 秉持科学精神 我给你一个大概的数 在这个保护区内外呀 总共大约有24000只北方唐鹅 2万只黑腿三只鸥 2万只 诶 我慢点说吧 再配上照片 这样的话呢 下次你们来的这个鸟岛呢 你不就认识它们了吗 是吧 有人说我认识它们干嘛呀 点菜能用到是吗 你静想着吃啊 这些鸟呢不让你吃 那我认识它们干嘛呢 是吧 别的呀 很重要啊 回头人家问你在鸟岛都看到了什么鸟 这些鸟鸟漂亮不漂亮啊 你可咋说 比如说问你看的什么鸟 你难道就只能说 好多鸟啊 大海鸥 小海鸥 不大不小中海鸥 那鸟什么样的呢 什么颜色的呀 黑海鸥 白海鸥 不黑不白 花海鸥 遇到脾气不好的都能揍你一顿 就算没人问你 没人揍你 那知道这些鸟的名字也是有好处的呀 啥好处啊 我想想啊 万一你看鸟的时候 头上被鸟拉了一颇屎 你难道不想知道凶手是谁吗 咱们从头来啊 我重新把这个鸟跟你说一遍 我一边说数量呢 一边放照片 你们呢 一边拿着小本记下来 这个保护区内外加在一起 这里总共有大约两万四千只北方唐鹅 两万只黑腿三只鸥 两万只普通海鸭 两万只厚嘴海鸭 以及几十到几百只的刀嘴海鹊 黑海鸽 双冠卢瓷 普通卢瓷 黑海翻鸭 长尾鸭 丑鸭 小海鹊 你看我说的够慢 您看得够清楚 这下看明白了吧 下次来你别说你不认识这些鸟了啊 你要是过来自驾游的话呢 也挺简单的 你把车停在停车场 可以先去圣玛丽角灯塔那看一看 Cape St. Mary's Lighthouse 那个灯塔呢 并不是特别的惊艳 你去那边主要是看看这个悬崖海岸 看一眼就可以离开了 其实照照相也挺美的 然后呢 您去这个游客中心 了解一下这个鸟岛的资料 顺便上个洗手间 然后沿着一条沙石小路 去往鸟岛观景台 大概走个十几分钟就到 还没走近呢 你就可以听到一阵阵的鸟叫 这个观景台呢 跟鸟的聚集场所是分隔开的 其实所谓的观景台 只不过是一个天然的崖岸了 距离这个鸟岩叫bird rock 只有几百米远 非常近 即使用肉眼看鸟都看得非常清楚 当然了 我建议您呢 最好还是带一副望远镜 这样的话呢 您就可以看到各种鸟的细节了 了解一下鸟的行为和社交方式什么的 鸟儿们聚集的这个鸟岩呢 其实就是一大块这个临海陡峭的大岩石 这个表面是经过了亿万年海水和海风的侵蚀 形成了大量的蜂巢状的褶皱 成为海鸟筑巢 栖息 安居乐业的桃园圣地 不过您到这里参观的时候呢 要注意安全 找到一个好位置 就坐下来安安静静的看 为什么呀 因为这儿没有护栏 海风也大 您要是站着看 甭管是拍照啊 还是望远镜远观呢 请注意啊 一定要保持下盘稳固 万一一阵海风猛地吹过来 您脚一滑 叭唧 虽然不至于摔死了 但是摔的姿势肯定不会太好看 到时候是你看鸟还是鸟看你 就不好说了是吧 那有人关心了 那这个圣马力鸟岛上有没有海鹰 应该是没有的 为啥呀 刚才不是说了吗 大海鸥小海鸥不大不小中海鸥 到处都是海鸥的环境下 你小海鹰没法生存呢 另外你看这硬邦邦的岩石 那海鹰那个大铲子嘴 你觉得它有可能在这个地方 挖出两米深的地洞吗 所以说呀 这个地方应该是没有海鹰的了 咱们参观完这个鸟岛呢 您可以顺便参观一下 纽芬兰的这个Presenta古镇 这个古镇呢 在1563年就有文字记载了 所以说呢 这个小镇的历史是非常长 在纽芬兰岛上 它仅次于圣约翰斯 咱们之前的节目也提到过这个地方 在咱们庄业杂谈加拿大第25集 我不是说到1649年1月30日吗 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 他的儿子查理二世呢 去这个欧洲流亡了 英国斯图亚特王使 被新成立的英吉利共和国给颠覆了 这个被砍的查理一世呢 那可是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 他亲姑父呀 于是法国呢 立刻跟英吉利共和国翻脸成仇 本来呢 英国人站着纽芬兰 法国人是不敢舍的 但是既然亲戚成了冤家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于是在1655年 法国在纽芬兰岛上的 Plaisens地区任命总督 由此 开始了法国在纽芬兰的正式殖民时期 并且揭开了英法抢夺纽芬兰的序幕 在英法争夺纽芬兰的时期呢 英国的老巢是圣约翰斯 这个Plaisens就是法国人的老巢 法国殖民者呢 为了保护法国在纽芬兰的殖民地 以及渔业的利益 在Plaisens地区建立了一个 对抗英国人的要塞城堡 后来英军偷袭呢 把这个城堡给拆毁了 法国人一看说不怕 你拆我在盖 你拆一个我盖两个 反正这么说吧 Plaisens这个小城呢 就成为英法冲突的桥头堡 这海岸边上修了好多的军事要塞 当然了 后面发生的事你们都知道了 在1713年乌兹勒之条约签订之后呢 这个纽芬兰岛归了英国 于是法国人的Plaisens 变成了英国人的Plaisensha 纽芬兰岛上的法国人呢 也全部离开 去了那个仍然掌握在法国人手中的 布雷顿脚岛CBI 当英国人占领了这个Plaisensha之后呢 也非常重视这个古城 开始大力发展经济 在18世纪的一段时间里呢 他的规模和重要性完全可以 与圣约翰斯相避美 1786年就乔三的儿子 就是后来的威廉四世 不过1786年的时候呢 他还不是国王了 那时候叫做威廉王子 1786年威廉王子来纽芬兰度假 在这个穷搜搜的纽芬兰岛上 心情很郁闷的 啥好玩的都没有 后来一到这个Plaisensha 这个威廉王子一下心情就好起来了 为什么呢 有了一种土包子进城的感觉 威廉王子呢 把这个Plaisensha小镇描述为 这里比我们在纽芬兰看到的 任何一个定居点都更加体面 原话是这么说的 您看 您就可以想象啊 当时的纽芬兰岛上 破烂到什么程度了 也就是这个Plaisensha小城呢 还像点样 当时呢 该镇的人口在1500到2000人之间 绝对比圣约翰斯繁华呀 不过呢 风水轮流转了 后来进入了19世纪之后呢 这个历史悠久的古城呢 慢慢呢 也就被其他城镇所超越了 现在呢 这个Plaisensha在纽芬兰与拉布拉多省 全省的地位是什么样的呢 按人口排名啊 您看这个图 它排第23 太靠后了 尽管的城地呢 都是历史古迹了 但是呢 它却无情的被世界各大旅游杂志所忽略 也就是在省内有点明气 因此呢 我这呢 就不再细细讲这个小城了啊 我们这里提到它呢 实际上就是把它作为圣玛丽鸟岛的一个番外篇来说的 不过呢 我个人建议啊 您要是有时间路过这里呢 一定要进来感受一下这个青山绿水的美丽小城 这小城里面呢 其实是有不少的历史古迹和博物馆的 非常值得一来 尤其是那些对历史有兴趣的同学 您可以去参观参观这个 这个最出名的就是这个城堡山国家历史遗址 Castell Hill National Historical Site 那是在1968年 加拿大政府呢 把当初英法两国交替修建城堡的这个遗址 进行发掘保护 于是呢 取了个名字叫城堡山嘛 Castell Hill 取这个名字的意思呢 就是说 当年这山上呢 全都是城堡 就把这里呢 开辟为国家历史遗迹 就是你现在您看的这个城堡山国家公园 这个地方呢 除了城堡遗址呢 和大炮 这些历史古迹之外 另外还有一个长约1.4公里的 难度中等的步道可以走一走 当然了 这个Placentia古城呢 附近呢 也有很多其他美丽的trio可以走 你比如说这个Placentia Waterfront Path and Broad Walk 你要是时间够用的话 我倒是建议您去看看 OK 今天罗罗嗦嗦 讲了这么多跟鸟相关的景点和知识 希望您喜欢 对了 走之前呢 千万别忘了点赞啊 要是顺手订阅并打开小铃铛就更好了 这样的话呢 你就不会错过后面的最新节目了 得嘞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